字幕提供 诶 可以把他的全身都软掉诶 可以啊 他就是拿来练刀用的啊 好像在做这么快 可以抓了诶 好了 你先捡东西吧 喔 他走了 喔 砍好爽 貓子翼干嘛 又回来了 你烦诶 貓子翼啦 那边不让人家捡 为什么最近的怪都长这样子啊 不是要长这样 就长这样子啊 不是长这样子 就是 你的巨魔等级越高 出现的魔物越缤纷 你是指这个吗 不是啊 那个啦 他每次就是走掉之后又走回来原来的位置 都这样子啊 有吗 之前都不过啦 什么叫之前啊 你巨魔之际才来打第三次而已 不是啊 我不是说 所以是顺便啦 如果我解析开析 可能开析的 这就会拿到吗 什么东西 你在讲什么 我刚刚解析状况啊 我拿到 会啊 会啊 我刚讲过了呢 跟玩家整体没有关系喔 他只是他开不开得出来是他的问题啊 烈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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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你在干嘛啦 一直撞 一直挑飞队友诶 你有没有病啊 哈 秀 哈 没有啊 你撞飞我 真的假的 你会 你不要蓄二就放开 你蓄二放开往上打 你会挑飞队友 我有讲过喔 我有讲过喔 我刚刚在打他下巴 你有打到吗 有 没有 你只有打到我 白色是什么 你只有打到我 真是抱歉 这时候就要勾他秀 不然怎样都要勾 不管怎样这时候流口水就是要勾 你勾他可以增加其他队友的那个输出时间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用的话你就只能这样子 用你没有用的时间去换队友有用的时间 就是 奇怪为什么每次勾爪都会歪 诶 大锤的勾爪已经很好中了 诶 不是 就是 就是 呃...怎麼講 我再轉身再按C 可以嗎? 不行啊 你說翻滾按C還是 不是就是槌子槌完之後 不行啊 就是這個不行啊 我一直跟你講說你這個原地轉圈圈的不行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說那個 器官哪一個你用給我看 那一個哪一個哪招 這個 我可以先轉身再C嗎 什麼是先轉身再C 因為有時候龍跑掉了我根本就 勾不到 怎麼叫先轉身?你說穿轉身1嗎 不不不就是他 比如說他在我前面 可是我原本要打他的 但是他現在跑到我後面 你就滾開阿 按翻滾阿 喔 那我還是吸得到就對了 吸不到阿 好吧 你就多練捏 你就這招阿 這招跳飛人阿 低能喔 我覺得這招很好用欸 用你媽來用 有隊友不要這樣用喔 你這樣會被討厭喔 你這樣會沒人 我講真的 你這樣子蓄意用的話 會沒人想跟你玩喔 好 人家在打搞不好傷害比你高 你在那邊跳飛人家為了好玩 可是 嘿 你到底幹嘛 叫你不要那招齁 你單人在用那招 你單人在用那招 我剛剛看這裡蓄3了欸 蓄你個頭阿 你有時候 你有時候亂動了一下 你就變回蓄衣啦 自己去多練喔 你覺得 你覺得是你槌子玩得久 還是我槌子玩得久 你自己就抓感覺阿 你自己就抓感覺阿 對 為什麼要看起來掰咖 掰咖掰咖 你叫賽拉 還是他是要睡 你叫賽拉 不要亂騙拉 他看起來掰咖掰咖的阿 你看起來掰咖掰咖的阿 我看你都在拿槌子在逛街內 沒有 我會有笑 哪沒有 你剛剛繞了一 繞得地球半圈 然後走到他胯下 又停頓了一下 才放開你的control對不對 對 對阿 對阿 喔好有用喔 天阿 為什麼貓之翼從來都沒有這樣對我過 他往前衝的時候用尖狀 你知道很高機率會擊暈嗎 雖然有時候真的很難用啦 我知道啦 因為還沒虛力 就 就要 就要被打 那貓之翼你可以玩太刀阿 因為尖狀也是吃魔物動作餒 欸 擋掉了 太刀完全沒有碰過 差不多的東西阿 你 你如果對魔物熟的話 你玩太刀就ok阿 如果你有常在用尖狀在擋魔物的招的話 好嗎 喔 來吧 也要給我 來吧 行 行 好 終於斷了 哇操你竟然不是撞他 你竟然是 他眼睛剛剛是黃的 他在行走中我也可以抓 要看有時候他是突然流口水 然後下一秒就是走的話 那高機率可以撞 為什麼現在不能撞 你就是阿 反正你上去拍臉頰沒有動的話 那再加左鍵阿 懂嗎 算了啦 你下次就忘記了 嘿嘿嘿嘿 是不是 我會記 你會騙我吧 就像你剛剛 你是不是有公爵阿 對 剛剛一直提到公爵想到你 快笑死了 為什麼 剛剛玩的桌遊你有在看嗎 沒有阿 好吧 我在打龍阿 裡面有個東西一直在叫公爵公爵 所以就一直想到你 我有這麼卡 欸 欸 欸 他抓到了 你可以眼睛再打磕一點 呵呵 呵呵 最可愛的尾巴 我覺得他尾巴真的是 所有尾巴裡面看起來最可愛的一個 呵呵 在沒有轉生意的情況下 達到MR會不會很奇怪 不會阿 很多 你看這個 一路死到MR 畢業 他有沒有轉生跟不動一阿 不過你是說你從 世界開始玩 我會覺得你很強而已 很厲害 我也很 欸其實我很少穿轉生衣裝欸 我後來有發行 那是什麼 轉生意裝就是 他可以免疫很多 致命傷害 會不會讓你位移的東西 有時候魔物撞你還是怎樣 他會自動幫你轉生 喔 他會叫你練等齁 那個你要等級高才會有啦 蛤 蛤屁喔 你就是要打贏飛龍齁 兩級了 有吧 有個聖靈兩級了 蛤 然後又有 又有 哇這是毒妖鳥 那你看看你有沒有誘出魔物 你選他 靠妖阿 問他啦 喔 誘出魔 下面有個誘出魔物 對不對 那這邊都是剛剛你的隊友 或你 那個 拿到的東西 那你看一下 你選 你剛剛你選一下上面那個毒妖鳥 我解釋一下喔 如果你今天森林等級是5的話 但是荒地等級是1的話 你在森林叫出來的毒妖鳥是栗戰等級 在荒地叫出來的那是一般等級 蛤 再講一次 就是說 毒妖鳥會出現在這兩個環境 嘿 那如果你今天森林等級是5級 那荒地等級是1級 然後你在荒地叫出來毒妖鳥是 普通的毒妖鳥 但是在森林叫出來就會變成栗戰等級 喔 因為他的那個比較高 對 那 剛剛講你選下剛剛的蠻鵝龍第三個 也是兩個 像飛雷龍的話就是固定在森林 懂了齁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要飛雷龍素材 可是你要低等的話 你就要去問身邊有沒有那個森林是1等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蠻鵝龍 如果你要高等低等都沒差 因為他兩個地方都可以叫 喔 嘿 就這樣 蛤 那如果飛雷龍 我打上去之後 我還要他低等的素材有可能嗎 還要怎樣 還有可能要他低等的素材嗎 就看啊 因為我們後面的武器會有客製化跟一個東西叫鐵皮啊 鐵皮的東西就是你會那個會增加 武器的屬性攻擊或是一些東西 然後會從低等到高等 所以有可能會用到低等的那個飛雷龍 也是有可能 喔 喔 欸 怎樣 為什麼他不能亮 你剛剛 說那個剛剛說的金獅子 你就打過金獅子 才能接受第五張地圖 叫做熔岩地形 所以你還是要去面對金獅子啊 蛤 沒有你要先 你可以看過主線 看過動畫之後 叫人家 幫你打 那還好啦 好 對 那現在 阿這個又出魔物是要幹嘛 就是 今天 你要打的魔物沒有出現在地圖上 你就可以只強迫叫他出來啊 喔喔喔喔喔 對啊 他可以降低任何地帶的等 就是 就比如說你今天森林滿等了 可是你不想要森林滿等 你覺得你不需要森林的材料了 你就降回一等 那你等於就是你有六個天賦 又可以重新點了 這個意思 喔喔 對 看不到打負面啊 負面 森林啊 在森林 喔你沒看到喔 哪裡啊 沒關係 看得到的帶路 跟便 倒極 我去換 補師狀 不然你們碎一片 跟著貓自己走啊 欸就隔壁而已啊 現在就到啦 下去就 沒事沒事 這邊 對阿 就那隻阿 打他 沒到我 撿石頭 你不是有石頭了嗎 先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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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去哪裡 我超累 老爺 有石頭 有石頭 快上來耶 沒有 有石頭 那這個 可怕 你還是要去火 你還是要去火 有石頭 下來了嗎 對不起 終於撞了 催了催了聖手 秀秀 呃 她暈了對不起 她暈了沒事了 欸!他不能斷尾 你也不能斷尾啊,你白癡喔 暈吧~~ 你會覺得玩槌子比較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 而且我的視角看得出來我在哪裡 你雙刀看不出來嗎 我...就是他會跑掉 就是... 你砍完 我不知道我現在到底在腳還是在頭 你是說反正你勾完之後 一定會再... 一定會彈出去這樣 對對對 而且...用槌子 打下去我都知道我自己在哪裡 因為會跳起來啊 對 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叫... 不是有建議玩槌子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有...但是...那時候... 有啦我有印象那個 但是我以為槌子很難玩 呃...沒人交真的很難玩啊 你會覺得很重 很難按 什麼的味道 對 沒有...主要是冰原 槌子會變好玩 就是因為勾爪 不然你沒有勾爪的話 你會覺得槌子在衝他小 冰原前的那個槌子 很吃地型啊 不是說斜坡跟斷層才是槌子最強的地方 對 對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不能勾爪 你就能追著他 然後不知道槌什麼 右鍵點個...要5.5下 你點到第二下就不見了 真的 欸...怎麼又勾完 而且... 沒有勾爪 根本不知道這遊戲怎麼可能 喔喔喔喔... 我們卡 那但是有人覺得勾爪就是壞掉了 他們不喜歡用勾爪 然後說...不喜歡那不要用啊 有沒有 為什麼 他覺得勾爪破壞了 就感覺...遊戲就變簡單了啊 所以我覺得很剛好耶 是有個...很知名的實況主... 做的 很知名 對啊 但是你應該對他沒興趣 他們是打電競的 有可能會經過而已吧 嗯... 就他們覺得啊 欸...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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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了我說的啊 我是你啦 喔... 你配安安 先撿先撿先撿 不用...不用緊張先撿 這時候可以先撿你 你...你...你比較缺材料你要先撿 因為他們...這些材料會不見 喔...是剛剛撿... 喔...是剛剛撿... 你有沒有陷阱啊 有啊... 你...你還不放開... 喔...人家抓了啦 好了...就這樣 這就是巨魔之地 我以為有斷尾咧... 白痴我想說怎麼可能... 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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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在哪裡... 為什麼你們有... 他有尾巴... 尾巴... 搞不好你撥過了耶 尾巴... 搞不好你剛剛有撥過... 我不知道... 沒他啊... 你要...你缺生肉喔 我想玩烤肉 你去打草食龍就有啦 真的假的 草食龍就是肉啊 你小貓探險隊探出去也都一堆肉啊 喔對...難怪我包包會有這麼多肉 尖...台 然後我那時候不是跟你講說 你不用擔心點數不夠的問題嗎 對啊 你就可以在巨魔之地... 農...農點數吧 抓毛疾啊 我對他給的點數超多的耶 抓毛疾啊... 挖礦啊... 挖礦的話... 也有很高機率是... 挖一次就有700點數 700... 對啊 挖礦挖骨頭都有700的 然後毛疾一次是600 稀有的是800 挖礦 嗯... 我本來覺得很缺 因為那時候也沒到巨魔之地 結果一來到巨魔之地... 挖礦 頂數花不完 這裡只有一個營地喔 兩個啊 點個... 來來第二個你跟我來 等一下喔 你來這裡吧 來 你跟我來 走這裡 我想說這個都... 欸 燒鳥 哈囉 走這裡吧 來來來 雖然我剛剛自己倒蟲標了 可是... 又靠自己在走 我看一下喔 嗯... 對這裡 離家 這邊的話能開趕快開一開 因為... 這邊是... 瘴氣跟... 珊瑚還有... 之後的熔岩地帶很近的位置 這邊... 這邊出去... 欸...哈囉 這個爬出去... 右邊就是... 珊瑚 那這邊跳下去就是... 瘴氣跟熔岩 跳下去... 看... 下面就是瘴氣了 然後熔岩地形在這個裡面 那邊... 這個裡面... 你要結完主線才能打開這個 不是主線啊 結完金獅子的任務才能進去 好... 大概就這樣了 好 下一隻 下一隻... 沒有...森林... 看你有沒有打什麼 挑一隻 你想看看我可不可以... 欸? 鴨... 龍... 種... 這樣... 差一個啊 所以你要... 再去打... 再去隨便打魔物 然後把它解開啊 就這樣 哪一個是牙龍 那個沒差 你不一定打那個牙龍種 是牙龍種 牙龍種有大凶惡龍啊 對啊 哪有什麼隊長說要打他 吃飯 吃飯 那原來我剛剛都沒吃飯 你沒...你沒死過 所以你吃飯也沒有用 蛤?我剛剛沒吃飯 喔 蛤? 這裡... 我到了 你們到了 我到了 嗯... 你是綠色的那個箭頭嗎 我是藍色的 你要跟著走啊 然後... 往左邊跳 過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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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喜歡自己當稻蟲耶 跳下去啊 我跟著毛子翼走的 跳下去啊 他跟著你走你知道嗎 喔 好 都到了 他在哪裡啊 他不是你 你地圖上就有你還沒看到他 嗯... 那我直接開戰囉 好 剪石頭 抓他臉 看!你經過他了耶 我有耶 幫我叫你抓你幹嘛 你就自己看喔 不要一直我提醒你好不好 很累 這個也可以抓嗎 可以 要續到山 我那時候有教你喔 滑坡續山喔 有沒有 不不我的意思是 滑他滑過頭了 我還有辦法 可以 你瞄得到的話 當然都可以抓啊 還可以再裝一次喔 謝謝喔 你就直接勾了齁 還要去 阿北七喔 沒了 抓到 養 晚安 欸毛吉出來了 毛吉阿 你過來你過來你過來 你過來你過來我這裡 往上爬 然後你穿著你的隱身衣裝 過來過來我這裡 穿隱身衣裝 穿隱身衣裝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前面有個毛巾的ID 你走過去抓 匡匡要是黃色才行喔 你趕快抓 他去找你了 匡匡要黃色才能抓喔 不然他會遁地喔 他會遁地你就抓不到他了喔 有嗎 好 這隻是600 喔 好貴喔 好賺喔才對吧 又不是叫你付600塊抓他 呃 嗯 好 交棒交棒交棒 沒有人 好啊來不及了吧 沒關係沒關係 就算了就算了就算了 欸 貓姿你知道可以交棒嗎 可以馬上連接兩次嗎 怎麼交 就是如果你睡醒之後 就是如果你睡醒之後 撞的第一次沒有成功 可以馬上接第二個人幫忙撞 只要貓姿已經準備撞第二下了沒有 直接衝過去先劈他頭 所以你可以 你有跟我團 如果我們有人睡著的話 一個人撞失敗 你就幫忙撞第二下 不要先蓄力 也是可以先蓄力 只要你有辦法你的 你的旭山可以勾到他的話 也是可以 啊不 沒事 我會打倒 那我步步欠你喔 叫我大聲 沒有 欸 欸 這腳呢 欸 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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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修你勾吧 跟你撞 你這樣在上面 按空白鍵哪 蛤 你剛剛勾在他身上 喔 我以為我掉到下面去了 白痴喔 自己看了 我就是知道自己在哪裡 快勾 勾 拍啊 好撞 嗯 可以抓了 那你怎麼看他可以抓 你不是有裝MODE 你看到血量瓢有沒有在閃 在閃就可以抓了 喔他閃就可以 嗯 帽子你就等一下 沒有陷阱 沒想錯 忘了補 好啦要關台啦 要點路 對啊 這邊有骨頭 你看這邊有骨頭好不好 哇 欸就這樣 然後這邊骨頭撿一撿 然後這邊會有鳥跟蜜蜂會來咬你 鳥 對啊這邊會有鳥來咬你 很煩 那最常就是很多人在這邊被蜜蜂咬 鳥的打笑在叫 哪裡 在哪裡 下面下面下面 走囉走囉走囉 阿我的腳媽咧 欸 為什麼我的牙龍腫又沒有亮 你剛剛完成過了 要嘛你剛剛完成 要嘛就是剛剛的解析沒有是牙龍腫的 我記得你剛剛牙龍腫很長餒 對啊 對啊怎麼了 可是他 我剛剛一反應過來他就變成那樣子了 所以你剛剛解析完成過一次了 你剛剛已經完成了一個任務 所以這是第二個了 所以你剛剛不知道你解析什麼 你去問IBO啊 你去問他 然後你看一下調查任務 幹嘛想打他喔 不是我常常 想成右鍵可以按 我是用右鍵啊 我右鍵也可以對話啊 所以有時候我取消完之後 右鍵又按到 就要跟他繼續對話 又出魔物 剛剛牙龍腫 應該是飛雷龍吧 你剛剛飛雷龍不是只有一隻嗎 喔 你看有沒有看到你現在有雷狼龍 雷狼龍 那雷狼龍應該是剛剛吃到我們的 對 所以你後面要打的就是這一隻 任務啦 主線任務就是要叫你打這隻 欸不對 你剛剛應該是解鎖到雷狼龍吧 雷狼龍就是啊 雷狼龍 欸迅龍也出來啦 迅龍也是我們的啊 這兩個都是你們的喔 不確定剛剛是誰是誰的啦 反正就是 就剛才講啊 你打四個人 一個人得到 其他人都會有 所以巨魔的話就是 跟 跟別人一起玩會比較好 你打一隻魔物解鎖 不一定會解鎖 可是別人 可能會吃到別人解鎖的 魔物 這地形好酷喔 好啦 感謝今天晚上的收看 明天 禮拜四 不知道開什麼欸 又有魔物獵人嗎 最近 開始有點 想休息了 還是禮拜四休息啊 可能是不行啊 我休息的話 今天怎麼辦 好啦 感謝今晚的收看啦 如果喜歡的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想繼續看其他系列 幫我點個訂閱 我是凡星 每個禮拜在FB直播 七點喔 那大家晚安 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林沛掰掰 修緣掰掰 撲撲撲